大家好,我现在跟SP的MZIN一起 你好MZIN 你好你好 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选手 基础有人感冒的 他们情况怎么样 是还好吧 最近也是由于中国的天气问题 从夏天转到了秋天 然后有一部分选手感冒了 像我们队里是安可 还有十八还有就是 长旭他们三个感冒了 然后也在吃药 恢复的也差不多了 应该在明天比赛之前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然后你们打完邀请赛后 你们不是紧接着有CFPL和CFS的比赛吗 你们身体怎么样 我觉得我们作为职业选手 应该有这样的职业素养 应该就是把每一个比赛都打好 也是在平时的生活中 去锻炼自己的身体 然后多注意自己的休息 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 去迎接每个比赛 那为了对付这么高 情度的赛事日程 你们平时有什么健身的方法吗 确实吧 就像你说的 刚才说的就是我们 就是面对着这么紧密的赛程 就是身体会有些累 然后精神上会有些疲惫 我们日常也会有健身 游泳 还有就是出去 去扫山步之类的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做一些别的活动 因为毕竟我们的职业 是电竞嘛 电竞要很长时间 就是都要保持在这个比赛当中 然后把自己的精神力和集中力 都要放在这个比赛当中 所以说也没有太多的闲暇时间 去让自己的客运生活去丰富 那你们这次比赛有信心得冠军吗 当然就是我们参加的每个比赛 包括这次的CFSI 我们也很有信心拿下这个冠军 因为我们团队是很有自信的 我和中国队都很期待你们 这次也取得冠军吧 谢谢